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进行国事论坛 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 请 吴委员舒怀先生发言 游院长 各位行政官员 各位委员早安 行政院在上个月20号通过了 国土计划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引起了朝野立委 环保专家 都市计划学者专家 依正批评 本席在这边认为 提醒政府要注意 国土计划法不是不可以修改 而是在修改的前提 要考虑国土利用 平衡以及永续发展 我们看看这个法修正 最主要争议的议题就是 未来国家行政院 只要核定了重大政策 就可以适时调整国土计划法 请问立这个法还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说 只要行政院核定的国家重大建设 就可以跨越法令规范 可以不受五年通盘检讨这个限制 形同拿到一个空白授权书 行政院只要说认定是国家重大建设 它就可以变更 完全不受节制 那么我们这个制度设计 民主国家监督制衡的机制和精神 完全荡然无存 我们也清楚 修这个法 这主要理由是因为 多年来伪赃建筑 违法农舍 违法工厂泛滥 但是这些是多年来 政府应作为而不作为 它都有相关法令 只是因为政治考量 因为选举 所以多年来政府不敢执行 所造成现在这个烂摊子 不是不可以修 要平衡 要永续 像最近的一个例子 我们政府推绿能 这是好的政策 但是屏东万卵乡 农场 台塘的农场 两百多公顷土地 要规划成光电营区 光电园区 要砍四十多万棵树 台南市政府 也有一个台塘农场 要规划成绿能的园区 也有六十多公顷的树 要砍掉 政府推动绿能的目的是什么 生态 环保 减碳 结果第一刀 先砍树 请问这是不是 相互抵触 相互矛盾 所以我们在这里 本期建议政府 国土计划修正 要考虑平衡 以及永续为要 谢谢 谢谢 谢谢吴委员 接下来请李德伟委员发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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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郵院長 蘇院長 還有所有部會的官員們 我想今天本席在這裡所要提出來的是 我們大家都看到了這一次學測 數學滿級分一共有14000多名的考生 是一個熱門的新聞 但是它也造成了我們大考中心主任因此而下台 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還有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在英文的作文裡面零分的考生也超過一萬人 滿級分的意義是代表精英的權益 人數太多受損 但是零分這麼多人表示偏鄉跟弱勢的學童受到忽視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們也呼籲教育部門能夠多重視 不只要重視精英的部分 也要重視弱勢跟偏鄉的部分 在這裡我們大家非常關心大學的師資夠不夠 但是偏鄉的教育人員 英文老師夠不夠 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希望我們的教育部門 我們的教育部跟行政院能夠重視偏鄉跟弱勢 那在這裡我們真心的希望教育的改革 是要縮短城鄉的差距 也在這裡我應該提出來的是 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官員是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夠好而下台 而不是因為有太多的學生得到100分而下台 那另外德威在這個部分也要特別提出來 我們的青少年的身高其實在過去十年裡 台灣都比日本的青少年的身高低 那如何在我們推動的營養午餐裡面 來做一個加強做一個調整 我們知道台灣我們把校園午餐的注意事項 放在行政部門的位階裡面 但是我們中央卻沒有相關的一些專法 來規定這些東西 我們也希望我們也可以有比照其他國家 對於我們學童的營養午餐 對於我們學童的飲食能夠多加的注意 讓學童能夠學習均衡的健康 飲食的知識 服務的精神 尤其是感恩祈福這幾大的面向 在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學童有更多能夠被社會 能夠被我們的教育的法規所保護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溫育俠委員發言 有很多明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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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 啟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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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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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部會首長及各位同仁們 大家早安 最近有立委提案要修理 為了要修理黃安 提案要修改健保法 將規定在一年沒有住台灣183天的人 健保會要提高到8500元 這個合理嗎 8500元是最高的級數 是像郭台銘那種超級負好的級數 有必要為了一個黃安 要修理一個黃安 而來抓整個海外僑胞來墊底嗎 更重要的是 法律是具有普及性的 一旦法條修了 是前提海外僑胞都適用的 包括留學生 包括出外打工的台灣人 換句話說 修法提案就像一道追棄令 烈殺黃安們卻株連九族 本席在此要為所有海外的僑胞台商們 表達不滿以抗議 政府常說 海外僑胞是國立的延伸 是國家無形的資產 是外交的兼兵 他們熱愛國家 熱愛這塊土地 每當國家有狀況的時候 第一時間捐權出力 就像九二一大地震 前幾年的SARS 還有八八風災 高雄氣暴 甚至台南的地震 僑胞們第一時間勇於堅疏 尤其最近又歸了WHO 海外僑界極力的在推動 游說游說 而如今為了討厭一個黃安 就把僑胞污名化 說他們是拖垮台灣健保的罪人 數字會說話 短期出國停留保 在 六萬一的 短期出國在復保的有六萬一 而在保險的 收入是三點一六億元 但是支出就二點八億元 那一百零七年的 八點七萬人 收入是四點三億元 那支出就三點九七元 那這些人包括的是 留學生跟所有的海外朋友們 換句話說 健保是有英語的 並沒有虧本 還是賺錢的 健保是應該向國人說清楚 講明白 不要把台商污名化 健保可以修改 但是要專業來討論 選舉前鼓勵台商回流 選舉後 卻要拿台商開刀 院長 我這裡有一份世界台商 昨天所發出的聲明稿 我現在想呈現給你 也希望說相關單位 拜託請慎重思考 謝謝 好 謝謝溫委員 接下來請 吳怡丁委員發言 大家早安 我想我們有看到那個新聞 林口長庚在做了一些管制 所以我們看到許多想要看病的人 在林口長庚外面排隊 我看到新聞畫面我非常擔心 我們不是說大家要保持距離嗎 排隊的時候要保持距離 在雖然說他是在室外排隊 可是許多這些人擠在一起 而且這些人是要去看醫生的 這些人是身體可能為樣的 他們其實是高度的風險的人 讓他們在那邊排隊 我覺得非常的擔心 我就想到我們不是有通訊醫療嗎 現在網路這麼方便 5G都要開始了 就算沒有5G 4G 你跟醫生通個電話 視訊一下 有很多有一大半的人 在電話上在視訊 就可以解決問題 為什麼我們還不行呢 我查了一下法律 原來我們現在只有開放山地離島 偏遠地區 當然在防疫期間還有居家隔離 還有檢疫的人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在社區 已經有許多是隱性的代言者 那這些人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更努力的 去預防他們在社區裡面的傳播 那我們衛福部是不是在這段時間 能夠更開放通訊醫療的適用的範圍 這樣子可以降低我們整個社區傳染的風險 再來在這個東西讓我想到 我在我之前在倫敦的時候 如果我們醫療資源有充足有多餘的時候 可以甚至是把它當一個服務業 賣到出口到國外 我在倫敦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在羅馬尼亞 她的媽媽得了腦癌 非常緊急需要知道要不要 她需要專業的醫生來給建議 要不要動手術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手術 我那時候拿著光碟片她的MRI 到了英國的私人醫生那裡 跟她約了30分鐘 這30分鐘我把她的光MRI給她 把電話讓她跟我朋友在羅馬尼亞通電話 30分鐘醫生跟她收取350磅 只有她台幣是1萬4 這等於是時薪2萬8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我們把通訊醫療開放 接著把這個我們台灣高數值的醫療服務 賣到東南亞賣到全世界 那是提升我們醫療人員的所得 也是尤其是這次的疫情發生 大家對我們的醫療品質是非常刮目相看的 我們可以說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行銷機會 大家對我們的醫療素質是非常有信心的 如果我們在這次的疫情期間 開放這件事情 開放遠距醫療 讓疫情可以更好的控制下來 在疫情之後呢 能夠開增加我們的疫情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陳以信委員發言 大家早 最近執政黨部分立委打算修改健保法 提高海外台灣人的健保費 一下子可能要提高到每個月八千五 是原來的十倍之多 本席希望今天行政院蘇院長 可以清楚說明這到底是不是政府的立場 尤其本院林俊憲委員 還拿黃安做例子 把所有海外台灣人都比喻成黃安 其實本席也不喜歡黃安這個人 常常覺得他說話很過分 所以更加覺得這種比喻 對所有海外台灣人非常的不公平 因此本席也要呼籲執政黨黨團 應該約制他的黨團立委 要求收回這種不當的比喻 並向所有海外台灣人道歉 尤其海外台灣人有數百萬人 到底有多少人會特地千里條條 飛回來靠健保來看病呢 光機票錢其實就要好幾萬 是健保費的好幾倍 算起來怎麼會划算 就是因為不划算 所以根據健保署的統計數字證明 海外台灣人幾百萬人當中 需要短期反國付保 在出國停保的只有幾萬人 進一步精算他們的保費收入 跟醫療支出 這幾年其實算起來數字都差不多 並沒有造成健保的虧損 所以如果現在執政黨 要以健保虧損為理由 來大幅提高全部海外台灣人的健保費 就會變成是變相在懲罰海外的台灣人 其實海外台灣人都是愛台灣的 經常在海外對外國人說 台灣的健保有多好有多好 今天故意處罰這些愛台灣的海外台灣人 反而以後會讓他們 談到台灣健保的時候 變成是一種埋怨 尤其今天的這種做法 等於是刻意要讓 拿海外台灣人的錢 來補國內健保虧損的洞 不只對海外台灣人來說 不公不義 政府也會變成無情無義 因此本席今天要請行政院的孫院長 正式說明 究竟這是不是政府的立場 如果不是 也要請執政黨黨團 應該立即撤回提案 並向全體海外台灣人道歉 最後 還有一點我要提醒 國防部 今天發現有一位澳洲音樂家 他確診新冠肺炎 他曾經在 國家音樂廳表演的前後 受到國內媒體記者的採訪 我們知道其中可能也包括 一位國防部的軍方記者 今天要請國防部特別注意這件事 並且要立即提高防疫的戒備 主動對外說明 是否有足夠的防疫措施 以上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下來請葉玉蘭委員發言 由院長 行政院蘇院長跟各部會首長 以及在場的各位委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兩年前大法官 試自第760號解釋案出爐 宣告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第11條第二項違憲 要求警政署立即要安排林慶昌等 申請人到警大接受必要訓練 以去除差別待遇 沒想到要五毛給一塊 當時的內政部長葉俊榮先生 大筆一揮 不但讓十三位申請人完成訓練 還要求警政署 將所有在民國九十九年之前 通過警察三等特考的基層員級 全部調訓 於是成立了所謂的警左班四類 分批訓練到明年底會有四千五百位 四千五百位基層同仁 取得尋官任用資格 這些基層同仁受訓 他們懷抱的是 我終於可以升上尋官了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在他們訓練之後 面臨的是勉改 造成很多警察機關 限職同仁不再提前退休 因為他們退不起 不敢退 不能退 只好苦稱待變 到目前為止 已經完成受訓的一千多個 警左班四類的同仁 只有133個獲得升遷 派任巡官 那麼其他的人 我們按照目前的缺額來看 恐怕遙遙無期 他們想要到借鈴之前退休 退休前能夠派任巡官 也不可能 我們只有說他們是熬熬待不 甚至於影響到過去 我們基層同仁 靠著苦幹 苦讀 考進警大研究所 二技 警左一類 三類 來升遷的這樣的管道 大家也都沒有尋官可派 我要請問行政院 國家的考試制度 人事制度 大法官釋憲 是拿來跟警察開玩笑嗎 所以要預請各相關部會 盡速研理適當的措施政策 來讓這些巡官 不必再這樣子的苦稱代不 謝謝 謝謝 謝謝葉委員 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院長 各位同仁 防疫期間 我想全國不分 朝野共同都很認真努力的在防疫 而本席也一直呼籲各部會 當不成神隊友沒關係 但是絕對不要當豬隊友 但是 金摳秀 我們最近看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 不甘寂寞 內政部 怎麼在這一次的防疫期間 接二連三的發言 變成了好像是豬隊友一般 包括最近說要暫時取消全國性的酒冊 以及直接了當的跟滯留武漢的台灣同胞講說 你們告啊 即使告了也不會成功 我們要請問 是不是不甘寂寞 還是是不是再刷存在感 忘了自己是內政部 而不是大法官嗎 憑什麼你可以告訴台灣人民說 去告還都政府違憲也絕對告不成 難道你是要指揮辦案 還是你是想要提醒人民 現在的大法官都是蔡英文總統來指派的 所以有把握絕對不會成功 我們提醒一下 千萬不要撈過界誘人血 治留武漢的國人是我們的同胞 一年一個多月過去了 我剛剛本席算了一下 站在我身後的蘇貞昌院長所帶領的文武百官 有近50位的官員 如果說有其中一位 滯留在武漢的台灣同胞 是我們的家屬我們的親屬 大家還可以這樣子 若無其事的坐在這裡嗎 再來 酒駕零容忍是全民的共識 絕對不會因為防疫而有空窗期 這個是大家都應該要共同努力爭取的 但是今天突然宣布了要暫時全國性的酒冊 美其民是要照顧基層的地獻遠景 但是實際上只會獻基層遠景於不易 因為只是暫停了一個月兩次的署班的全國性的酒冊 但是地方性的全國性酒冊還是持續造走 可是因為內政部下達了這樣的命令 我們要請教一個狀況 將來如果說基層遠景在地獻執法的時候遇到了酒罪的民眾 以內政部的這樣的命令來刁難遠景辦案的話 那這樣遠景不就陷入兩難的情況嗎 所以我們要說防疫內政部以及我們所有政府機關 應該當的是基層遠景的後盾 補強設備保障安全 絕對不要再當豬隊友 謝謝洪委員 接下來請林思敏委員發言 游院長 我們蘇院長以及各位內閣團隊以及我們所有的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想基於人道 基於人權法治 請政府讓滯留武漢的一千多位我們國人回台吧 滯留武漢的台灣人 不管是否因為觀光旅遊或者是經商或者是探親都是我們的國人 國人需要一條回家的路 卻遲遲遲得不到政府的協助 我想這次真的非常令人吁吁 政府可以與陸方協商 讓身患血友病的孩子與母親出武漢城之後經過陸潤 行走了上千公里到成都搭機回國 並派醫護人員前往協助 請問為何不能同樣優先考量人道關懷 讓必須回台灣就學就業經商的國人回台呢 他們不管是否用包機或者以其他管道走出武漢到其他的城市搭機回到台灣 政府都必須讓他們入境 並且協助他們檢查身體的狀況 以及做隔離檢疫的相關措施 為何一樣是台灣人民 我們的政府允許第一批武漢台灣人包機回來 卻不允許第二批、第三批、甚至第四批的我們的國人回台 我們的政府甚至現在已經把他們註記列為禁止回台的名單 不讓他們入境 我想這真的是令人匪夷所思 本席要求政府應該少點政治考量 多點人道關懷 讓我們的台灣人民盡速回台吧 台灣是人權法治的國家 政府不讓滋留武漢的國人回台 已經侵害他們的基本人權 他們揚言提告 侵害他們居住遷徙的基本人權 從提告的動機來看 完全符合憲法第十條 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一個權利 我們的人民在大陸要回來台灣 卻遭政府註記不能立即入境 不問他們是否有染上新冠肺炎 只因為他們是從疫區武漢回來台灣 就限制他們回家的自由 這恐怕已經違反人權、違反憲法 更是法治國家的一大諷刺 過去註記為黑名單 不讓我們的國人回台 一向是人權團體所指責詬病的 現在我們的政府竟然重啟爐灶 將滋留武漢的台灣人民列為註記 列為黑名單 禁止他們以其他的管道入境 執政當局違反人權 末此為勝 希望政府再次謝謝大家 請出席 謝謝林委員 接下來請李貴民委員發言 主席 立任同仁以及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藉著蘇院長在場的國事論壇 我要再次的呼應我們的行政團隊 要重視這次的疫情對於台灣經濟的衝擊 在兩天之前 本席質詢我們行政團隊的財經眾員的時候 他們居然沒有一位認為 這次疫情對於經濟的衝擊 會向國際專家學者們所提到的 是G2008金融海嘯以來最大的衝擊 難道行政官員不知道 中國大陸是全球零組件原料的主要供應地嗎 難道不知道這次的疫情的發展 導致中國大陸的封城 人員進出的限制 以及因為這樣子導致全球大廠 包括Apple它的供應斷鏈 所導致的全球的股市的大跌 難道我們的行政團隊 在一再的提醒說 美國為了因應這次疫情對於經濟造成的衝擊 而主動的降息 甚至中國大陸也提出變相的降息 而歐盟的央行總裁 Christine Lagarde 她也嚴陣以待 難道我們的行政官員 完全無視於這些國際情勢的發展 而輕忽的疑 斷鏈 那就用換鏈補鏈代工來解決就好了 什麼是斷鏈 斷鏈真的像腳踏車的鏈條斷掉一樣 那麼容易的去補 那麼容易的去換嗎 斷鏈其實大家都知道 斷鏈包括什麼 並不是只有供應商的斷鏈而已 斷鏈還包括了原料的斷鏈 包括了物流的斷鏈 包括資金斷鏈 包括人才斷鏈等等的斷鏈 這些的斷鏈衝擊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們以台灣最強勢的IT產業 半導體產業來說好了 換個原料何其容易啊 換個原料可能它要驗證的時間 它至少就是要一年到兩年的期間 怎麼換 怎麼有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換 那這一年兩年的時間 我試問企業 試問企業的員工 試問全民他的影響多大 我們的行政團隊只知道說要撒錢 要鼓勵消費 我們台灣的出口 是佔了台灣經濟的七成以上 當你沒有原料沒有產品的時候 物價上面沒有東西的時候 消費買什麼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真的能夠用換鏈來解決嗎 答案很明確 不可能 補鏈怎麼補 當庫存用完之後 原料從哪裡來 行政官員 請你說清楚講明白 如果 我們有我們利益的行政官員 不可惡解 我們 那也請 這些沒有利益的人 下來 要讓我們利益的人 找到來 謝謝李委員 現在登記國務事論壇發言的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謝謝 今晚七成再到一天 待會兒 再到諷端 謝謝 謝謝 請多多多多